渣嘎纳 昨天晚上在景区停车场录影 一大早来了很多旅游大巴 现在得收拾东西走了 今天去蝶布县城 这里天晴的时候很漂亮的 但是今天阴天天气不太行 而且今天好冷 我把羽绒服都穿上了 现在收拾东西去蝶布县城 昨天从山上下来 摩托装备弄的都是你 今天要去住一天宾馆洗个澡 收拾好了准备出发 这辆战车是真给力 昨天那种情况 都把我从山上带下来了 晴天的时候扎嘎纳是很美的 特别是冬天下过雪 今天阴天 看起来就没那么好看 但是也还可以啊 旅游就是这样 想看好的风景 必须要有好的天气 今天真的是天气太差 光线不好 要不然对面这个小村 拍起来也很好看 一个传统的甘南藏族小村 甘南这边的藏族和西藏那边的藏族 稍有不同 这里属于安多藏区 他们既种地也放牧 这里就是甘南的蝶布县 一座雪山下的小城 非常非常小啊 从扎嘎纳景区出来 没多远就到了 我有好几个快递寄到蝶布县了 现在先去找个旅馆安顿下来 然后去取快递 今天看样子呢 要下雨啊 刚才过来的时候下小雨 下雨天就不骑摩托了 太难受了 下雨天就休息吧 住进宾馆了 这个房间100块 我还挺意外啊 这么便宜 因为这里是旅游景区嘛 一般来说像这样的房间100块 就算是很便宜的了 可能现在不是旅游旺季 旅游旺季的话 一个房间几百上千都是有可能的 现在先把要充电的东西充上 这次就带了两个充电宝 因为我的摩托它本身有充电插口 所以现在不需要带那么多充电宝 但是这个也不小了 带了一个相机 不过一路上没用几次 不太会用 这是一个用来拍视频的电影机 现在去取快递 顺丰有一个 我的正式车牌 这里面放的就是正式车牌 装上吧 取快递的人好多啊 小帅哥 中通也是这里吗 中通那个 那边 好谢谢 电话没号的 小帅妹妹 嗯 你这些电话不满行小问题的 衣服还有摩托车的配件 自己动手来换一个加高峰档 这样的话 骑的时候没那么冷 先把这擦一下 换好了比原厂的高了一大截 现在气流会这样 就不会吹到人脖子一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Nunnihu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到了一只刚出生的小猫牛 就在刚才 生出来就已经会走路了 它的妈妈在吃胎盘 哇,这小猫牛好可爱 走路还稍微有点走不稳 现在到了阿弥陀佛的小猫牛 阿弥陀盖县的虹心镇 这里往前不远呢就是朗姆寺镇 这里有一个大超市啊 卖的东西非常多 这是四川的腊肉腊肠吧 我买一点 还有腊排 好像都一样啊 水果 哇,这超市里面东西还真多 零食、调料、蔬菜、粉条、面条 什么都有啊 我买点菜然后买点水果吧 到了高原山要多吃水果 不吃就会缺维生素 吃根雪糕 在这个镇上能看到那边的雪山 对,这个可以 这是可以录像的 就是可以拍到人 再见 再见 嗯,好,再见 再见 再问哈 也要打开 过去 四关四秒 你骑车进去 可能要收钱 您的要就要30 那我就停这呗 从没有上去 不要钱 这边就在甘肃 3,4是吧 好的好的 要万一把 停我门客栈吧 行行 那我给你过去 打个卡的 好的好的 哈喽 院里有棚子 要不要怕下雨 要不要刮风 下午再说吧 我看要不要跑到跑到那个马曲去 现在先去去庙里面看一下 北山多几点 早得很 这里七八点钟天都还没黑呢 现在把摩托放在这 我自己上山去逛一逛 山以时光 这里有一个观景台 这个观景台上视野非常好 可以看到整个镇子 镇子的中央有一条小河 就是白龙江 白龙江就在这附近发源的 它把整个镇分成了两部分 白龙江的这一边是 是甘肃的赛赤寺 整个寺庙依上而见 殿堂的顶部都是流金的 阳光下金灿灿的 赛赤寺是免费的 游客可以自由进去参观 这条路往里走 上山是天葬台 赛赤寺的天葬台 据说是现在干南这边 唯一可以天葬的地方 而且呢 它允许游客去看 但是我胆子比较小啊 就不去了 佛教传说里面 佛祖曾经割肉丝音 天葬这种 藏制代表着布施的最高境界 在佛教里面 回归自然其实挺好的 人从天地中来 又回归天地之中 河的另一边 我现在站的正对面 是四川那边的朗木寺 也叫格底寺 这个寺现在是收门票的 不过门票也不贵 现在整个小镇的布局啊就是 一边一座寺庙 然后中间一条商业街 都是饭店客栈民宿什么的 据说朗木寺镇还有一座清真寺的 很神奇 这里普遍信奉藏传佛教 这样一个地方 居然还有清真寺 去找一找 这是四川这边的朗木寺 格底寺 然后我没想到它的边上 就是一座清真寺 朗木寺清真寺 据说一开始是有一些 回族商人到这里来经商 然后他们就建了一座小清真寺 一百多年过去了 一直保存下来了 还挺不容易 说明这个地方的人 挺宽容的 整个镇子可以说 就是因为有两座寺庙嘛 所以有很多人上这来旅游 然后现在镇上呢都是饭店啊客栈啊民宿什么的 不过现在还不是旅游旺季啊 寺庙里面去看来看 但是因为设计宗教的东西很多 它不能拍 离开老牧寺镇继续出发 现在往马铁县方向走 准备找地方扎营了 快六点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路边有一个观景台 后面呢是一片湿地 今天一路走来风景都非常非常好 观景台上有一些小房子 这应该是旅游旺季的时候 村民卖东西的地方 我的帐篷呢就靠着其中一个小房子大 湿地边上风还挺大的 我绑了石头 但是好像还是不太行 算了搬到这个小屋子里面去吧 这里面就是地上不太干净 灰尘有点多 但是又防风又安全又保暖 挺好 现在去把其他的东西弄过来 今天的露营地挺不错 晚上外面还挺冷的 在屋子里面搭帐篷就没那么冷 现在来做晚饭 其实我一直带了柴火炉的 但是没什么机会使用 因为柴火炉它比较挑地方 泡了点我们老家那边的米粉 等下炒米粉去 先来把火升起来 也不知道这炉子还能不能用啊 锈的比较厉害 不行的话到时候还是烧气炉 倒点食用油在纸上面 这里海拔还不高啊 普通打火机也能点得着 插上充电宝 还好这炉子还有用 顺利的把火升起来了 这么久没有 这生火的手艺还没有生疏 起锅烧油 户外还是得这种柴火炉 火力大 气炉真的不太行 不过呢 这个东西它会 它会把锅烧黑 我的天 咋了这是 锅烧裂了吗 我还以为锅底炸了 还好这热油没有 溅到我脸上 出了点小意外 我切的生姜大蒜小米辣 撒了 算了 就这样吧 本来买了好几个鸡蛋的 鸡蛋也碎了 就剩最后一个了 现在加入泡好的米粉 已经有点凉了 炒米粉要多放油 要不然它粘锅粘得厉害 而且必须大火 大火炒才好吃 可惜的是我切的 小米辣 大蒜 姜 撒了 所以今天炒出来肯定不够辣 而且 颜色没那么好看 这个小炉子非常省柴火 几块小小的木头就能做一顿饭 挺好的 到了藏区以后 就可以多用柴火炉了 而且也比较容易能找得到废气房住 生抽 混合调味料 太素了 该切点腊肠的 本来有好几个鸡蛋的 结果破了就剩一个了 我这里还有一点麻辣萝卜干 这东西好吃 不多不少 一顿刚刚好 就是稍微酥了点 我说 味道非常不错 今天炒的 让我想起了以前上学的时候 学校门口那些摆摊卖炒粉的 他们炒的 不过我们那边炒粉配菜 一般是用豆芽和空心菜 我今天是用的白菜 炒粉配菜 炒粉配菜 今天的营地非常不错 明天可以多睡一会儿 不用起那么早 然后明天打算去马曲线 再从马曲去色达 可能需要三天左右吧 就能到色达了 这期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 准备关灯睡觉了 这期视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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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